民政府後面真的有美國在支持啊 你說什麼 我才開始真的認真雄心說 啊 真的 這個民政府真的可以走下去 為什麼要等到我確認美國在後面支持 我才相信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就算秘書長他講的這些都是正確的 可是如果背後沒有美國支持的話 台灣民政府憑什麼去跟中華民國政府要政權 他絕對不會給我們的放心好了 一定是要後面有美國支持嘛 我確認後面有美國太好了我就相信 然後我就趕快回家 把我哥哥把我姐姐找回來 我跟他講我在台灣民政府這邊看到什麼學到什麼 把台灣民政府理論跟他們講 問爸爸沒有辦法 他講不清楚啊 我一定要講清楚他們才會相信嘛 然後講我看到什麼他們才會相信 從那個時候真的開始相信 好 走下去 那時候才開始好好的去跟人宣傳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經驗 這是我的經驗 我哥哥 我哥哥交以後 因為我在外面工作啦 我是台中州的人 我在外面工作 台中州的那些活動 我就比較沒有辦法參與 我哥哥就很熱心 他比我還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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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奇怪 好 你們在這邊上課上了三天了啦 你們覺得咧 台灣民政府是真的嗎 他沒有騙人嗎 他沒有騙人嗎 我們快等不下去了 你看 非常的焦急 非常焦急 非常的焦急 秘書長走幾年了知道嗎 他從2004年從中國逃回來啦 他的故事也跟你說過吧 2005年他自己講 2005年的那個農曆過年 發現真相也有開始告美國 走到現在 對不對 已經什麼 10年了 10年了很不容易耶 我們等三年我們等都快等不下去了 這中間很多以前的前輩進來了 後來又離開 出去了 覺得很可惜 但是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要感謝他們 沒有他們今天沒有這個場所 今天沒有辦法大家在這邊上課 覺得很可惜 證據呢 真的有美國在背後支持嗎 會成功嗎 我當初會進來是因為我認為會成功了 所以我才去跟人家講 你們覺得呢 這是我看到的啊 你們自己要判斷啊 你不要聽人說 聽人說你就相信 以後你如果真的進來台北政府做事 別人跟你說你就相信完蛋了 有一天你會掉到陷阱裡面去 你要自己去判斷 來我們來看我找到的證據是什麼 三年多來我沒有碰過任何騷擾 我說了嘛我爸爸加入那個民進黨 警察就來了啊 我們三年多來沒有任何一個中華民國的官員 警察敢來我家講話 也沒有敢打電話來都沒有 我那時候就覺得這個太神奇了 怎麼會這樣 這個傢伙啊 台灣民政府後面一定有很強的靠山 中華民國都不敢碰他 這個靠山是誰 再來 從來沒有被要求要捐款 我們來這邊上課要交錢嘛對不對 對 那個錢為什麼要交錢 有沒有想過 對嘛 你比較大在這裡嘛對不對 還有發這些資料給你耶 這些 對不對 用電啊 場所啊 使用者付費嘛對不對 對不對 再來啦 對啦 這個 還有後面的書 有人說這個logo一個五百塊好貴喔 真的有點貴啦 我憑良心想真的有點貴 那個帽子五百塊 對不對 但是啊 他是跟你講很清楚喔 這個是賣你的 不是要你捐錢 這是賣你的 你心甘前緣 對不對 你認了這個價錢合理 所以你拿錢出來買 不是要你捐款喔 不是喔 好 再來 身分證 你還沒有身分證的人請舉手一下 你們申請了嗎 有申請了 手放一下 有申請了就沒有關係啦 你們申請身分證要交很多戶籍資料 對不對 很上誓耶 你不會擔心你那個資料被外洩嗎 我們那個時候申請 對 我們那個時候早期申請 我們會怕 為什麼會怕 我們 從小到大看上來的 那中華民國亂七八糟 對不對 我一定會怕 可是我發現喔 我從來沒有突然收到帳單說 啊 陽明道你突然欠我多少錢 沒有 都沒有 那表示怎樣 資料保存得很好嘛 沒有洩漏出去嘛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做法很正派 再來 我們去年 有童心去美國 對不對 去日本 你們現在沒有機會啦 去美國去日本 拿出來用 結果發現 可以用耶 在日本要換錢 拿中華民國那個身分證出去要換錢 說不行啦 他說你那個是假的 拿這個說這個可以 對啊 真的耶 這個誰幫我們做的知道嗎 美國 美國人的國獨安全部幫我們做的 再來 報紙廣告 我記得好像是過了大概上課大概過了半年一年以後 再開始看報紙 每次那個報紙廣告看多大 你們有沒有注意過 半版嘛 至少都半版嘛對不對 然後呢 那個今年的那個農曆過年 看在哪裡 看在聯合報 中國時報的 正面 第一版 下面 半版 看那麼大 如果我們是詐騙集團 你想有辦法看兩年多嗎 每次看那麼大的照片 那麼大的廣告 都沒有事情 這不是很神奇嗎 對不對 前一陣子 那個中華民國的那個電視台 報我們 我們那個 台灣民政府 新設立一些什麼GIN 對不對 活動辦很大 去跟我們報導 報導亂七八糟 沒有興趣的話 上去看 就是他們官網上面 現在在第一頁 你去看他們講什麼 他根本罵 罵那些很難聽的話 說我們騙人 說我們亂搞 我們為什麼都沒有事情 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都沒有事情 不只這樣子 我那時候要上初級班 我爸爸只跟我說 說我在大坑國小附近 大坑國小附近到這邊 還有一段路 他講不清楚 我就坐計程車 坐到大坑國小 再來怎麼走 不知道怎麼辦 我問你怎麼辦 對面剛好是警察局 我就跑進去 我要去問路 結果那個警察很厲害 一看到我背背包 啊 你要來民間府上課的 好厲害你知道嗎 對對對 你怎麼知道 三年前就知道我們在這裡 如果我們真的是違法的 非法的 太好可憐 以前我們是在那個五樓 那個五樓上面那邊上課 現在這裡新教室 後面又來了一個新教室 越來越新教室 越來越發展 如果是假的 早就被收掉了 沒有這個地方 再來 各州的辦公室 你們這幾天有看到那個照片嗎 宜蘭州的照片 宜蘭州的辦公室 這就在宜蘭的警察局對面 等一下給你們看 再來 在美國註冊 在美國留的那些資料 告訴我們 我們真的是照美國指示來的 他叫我們做什麼做什麼 我們在那邊都有 都有資料 在美國那邊有留資料 美國政府裡面 詐騙集團會去跑到人家 美國那邊去留資料嗎 美國聯邦法院的判決 後面那裡有一本 台灣最終地位3 秘書長去告美國 跟美國之前的那些往來 法庭上面的那些工坊 過程都在上面 一本那麼大本 很高的 最大本的本 你看 如果是詐騙集團 也沒有辦法編出那個英文出來 沒有那個過程 編不出那一本 那麼大一本 而且裡面的英文都很高級 很難的 我沒有騙你 因為我是教英語的 我看了我不會突然疼 真的我沒有騙你 我們的網站上面 它有翻成中文 有一些把它翻成中文 你們可以去看 真的有這個過程 真的有這個過程 再來就是我跟你們講 我剛才在民政府高級班看到的 我不是只有看到那一件事 後來我們來點招 我們高級班要回來點招 第一次點招 做我的時候吃飯 我很幸運 我每次都吃飯的時候發現事情 吃飯 你看 我的右上角這邊做我們的駐日代表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他是駐日代表 吃吃吃吃 快吃完了 然後突然看到秘書長過來 坐在他旁邊 然後拿一個信封 放在他那邊 這件事情 要交給你來做比較好 我這個人習慣就是 你們上面高層在講什麼 如果你不是直接對我講 我就不要聽 這個是一個習慣 記得 以後如果你進來 台灣民政委也是 上面長官在講話 有事情的話 如果他是要跟你講 直接對你講你就聽 如果不是我就離開迴避 讓他們好講話 也避免我的麻煩 我聽到這樣 我想我要吃飯了 快吃飯了 我不想聽你們講什麼 就走了 結果下午一上課 秘書長又講 在中華民國常常被人罵 詐騙集團被人罵 他都不去告 他都忍耐了 忍受下來 可是這次跑到日本去告 去日本看那個報紙 說我們是詐騙集團 這次我們要去日本告他 然後所以找我們那個 知識代表 那個信封裡面厚厚的一看 就是要什麼東西 所以我一直在印證 你知道嗎 我沒有公公對人走 我不是喔 我相信台灣民政府不會走錯 因為後面美國在跟我們監督 但是我也不希望被人騙 你們以後也是喔 如果你真的進來台灣民政府的話 你要行的證 但是你不要被人騙 我一直在印證 台灣民政府做的 跟他講的有沒有一樣 我發現 我秘書長講的跟是以下 我看到又是一樣 我覺得他的做法都是 他在做什麼 他就講什麼 這是我看到的 我認為這些 我可以確認 台灣民政府後面 有一個很大的力量 他所做所為都是政派的 但是這些都是間接的證據 美國在外面佔領 真的嗎 不知道 我們繼續看 這個照片 這個這幾天有沒有看到 台灣民政府 宜蘭縣警察局 如果是詐騙集團 早就收到 早就被人抓了 這個比較小 你們可以上我們官網去 都有 前幾屆他都有發資料 這是小的 因為太小了 但是我要告訴你說 真的有這個東西 真的有這個東西 好來 什麼會是最直接 最有利的證據 美軍重新佔領台灣 你說 欸 台灣現在是美國佔領的 都沒有看到美軍 怎麼會這樣 為什麼沒有看到美軍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叫中華民國 來幫他佔領 來幫他做事 所以看到都是中華民國的軍隊 所以美軍比較少看到 美軍有沒有進來 有啦 美軍其實一直都沒有離開 只是說他人數少 我們現在比較少碰到 美軍重新佔領台灣 一定要有 比較大量的美軍進來 然後這個事實呈現在 台灣人的面前 這樣 如果這個出現了 那就是最有利的證據 再來 台灣民政府接賞政權 我們真的快要接賞政權了 以前 去年前年看的那個廣告 都是什麼 都是講法理 請大家來辦身份證 來上課 但是從今年的 那個寒假 過年開始 他那個廣告就不一樣 你們今天又說到這一張 對不對 對 這個真的要執政了 我現在發現 他的步驟越來越快了 最近一直在審法案 然後在訓練 越來越快了 好 再來 這些 都出現了 這一塊土地 你們這幾天來上課 學到什麼東西 台灣民政府的論述是什麼 法理 什麼法理 對 日暑美戰 美國佔領這個情況出現了 再來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土地到底是誰的 你要根據戰爭法來 該做的事都做了 最後土地要還給原來的主人 美國總統宣布 將台灣還給日本天皇 這些都很清楚的出現 其實只要有上面這兩個出現 台灣人就會 怎麼會這樣 他們就開始會思考 這個還給天皇 如果這個更明顯出現的話 就不用講了 這是最直接的證據 只是說這些目前還沒有出現 但是我們認為它一定會出現 上面這三個都出現了 下面再來就是這個 我們給中華民國管了六十幾年 二次世界大戰到現在 六十九年 明年七十年 你們覺得在中華民國 這邊生活 你過得快樂嗎 你覺得你有未來有希望嗎 有 有 有 很好 為什麼會有 民政府 因為有民政府 所以有希望了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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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很好 現在 你對著來 對南美洲 對南美洲回來的 我們應該給他拍手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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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知道要來上課 朋友跟你講 朋友跟你講 我四月 四月十九號 兩下 不好意思 其實 這個原因是這樣 我二月 二月二十四 對俄瓜多 捷運河蘭 有時候我們回到台灣 看我們媽媽 我媽媽 要九十歲 身體不好 現在在療養院 兩個月幾票 兩個月幾票而已 所以我四月二十四 要回去就對了 我四月十九 聽我妹妹在講 介紹一個 我剛才是 認識一個朋友 現在 現在 做田園就對了 一個生的老 我們是職高雄支援 就對了 沒有 四月十九 拜三來高雄支援 辦公室 聽這個秘書長 這個演講 我感覺他的感情力很有 啊 繼續繼續講 今天申請 我今天 有一個天分 啊 協商 啊 二十號 九千加起來 那二十二號 就再過了 過了 過了我 啊 啊 每天 一分這魚啊 因為那種不合 啊 跟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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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這很 這很用心的 這一個 厲害 喔 各位 你們下課可以跟他介紹 啊 四月 四 在那裡 一個月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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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那個炒亮 超炒的 喔 有夠厲害 啊 網路有在看 所以我 感覺說很緊急的就對了 啊 因為這樣 因為我們國外 齁 如果要申請 那些 資料 什麼 都要拿台灣的 這個付錢 成本 申請資料 啊 但是台灣都下 都下 中華民國 台灣這樣 啊 但是齁 你下台灣就不行 他說台灣不是國家 啊 啊 我們沒有那個國際的地位 那種 所以齁 我們感覺說在國外 很幸福 大家有聽到嗎 啊 說 趕緊六月 六月車 說我們拚回來 六月車回來 然後六月車 趕緊 知道這個 十三十十五月 有一個出雞飯 又來又高雞飯 喔喔喔喔 啊一年快 好喔 啊很有信心就對了 好喔 來 感謝各位 這顆桑真的不簡單 二瓜多回來 喔 最紅的 要坐兩天的飛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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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最直接的證據應該是這一個啦 這些啊 只是說這些還沒出現啦 但是我們相信他一定會出現 好 好 來 那你說台灣要還給日本天皇 啊 中國不會出來講話嗎 中國這個國家真的有夠阿爸 我沒辦法 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啊台商在那邊台商大家都這樣講了啊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主啊 啊美國也要看他臉色啊 是不是這樣 你覺得咧 美國欠中國多少你知道嗎 我去上網去查 這是美國財政部的資料 一兆兩千七百三十五億美金 好 可是我 他是第一名沒有錯喔 可是我一看啦 我會嚇一跳 為什麼呢 不是這個嚇一跳 是下面第二名是日本耶 我們的母國耶 美國欠日本多少你知道嗎 一兆兩千億美金 齁 也是很多錢耶 我這麼嚇到 不過 因為美國跟日本是盟友啦 他們兩個都是有錢人啦 他們自己去想辦法處理 啊這個中國這個比較 派出兵啊 對不對 這個比較麻煩啦 啊所以 中國 不會起來跳腳嗎 你們覺得咧 我覺得當然一定會起來跳腳啦 啊但是跳腳有用嗎 沒有 好 我們來看 好 前幾年啦 那個研究國際關係的 國際戰略就說 這個世界上耶 冷戰之後結束了 剩什麼 一超二強 一個超級強國是美國 另外還有兩個大國強國 中國跟蘇 那個俄國這樣子 中國 軍事崛起 經濟崛起 整個國力崛起 他已經是老二了 他一直想要挑戰美國 啊實力真的這麼強嗎 美國真的要怕他嗎 這個 哈佛大學這個教授 Joseph S. Knight Jr. 他呢寫了這本書 Sort Power 他說呢 一個國家啦 名詞是從他開始的 一個國家實力分兩種 一個叫硬實力 一個叫軟實力 硬實力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武力 你的經濟 這個實力會使人屈服的 這個叫硬實力 什麼是軟實力 你的政治理想 你的文化 然後呢 你的這個生活環境 國民素質 這些會吸引人來了 這個叫軟實力 好 我們從這兩個方向來看 中國的硬實力跟軟實力 跟美國來比較呢 硬實力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經濟上面啦 美國的GDP 一年 三億人口 美國現在有三億人口 一年呢 GDP總額是 17兆 17兆 美金 這是去年 2013年 3億人 生產17兆 那中國呢 中國有9億人 那這個是人民幣 我把它換算過了 13億人呢 生產多少 生產大概 9億的 講錯了 9兆 9兆的美金 那美國是17兆 那你們去除除看 美國一個人生產力 大概是中國多少 我算過了 大概10倍以上 這個是比較簡單的 出錢的這個比較 比較簡單的比較 其實不應該這樣子啦 但是我希望把它弄簡單一點 讓你們了解 容易了解 再來 美國的私人收入 這是全部喔 全部國民3億人 14兆 美金 你去除除看 中國呢 他這個數值 他這個數值 是個人的喔 剛才那是美國 現在這個是中國的 個人的 我算過了 一個人大概 是4千美金 這樣 剛才那邊 美國大概是4萬多 4萬多美金 所以美國 平均起來 一個人的收入 也是 是中國的10倍以上 我去查 我發現 這裡有一個畫房線 他是城鎮居民耶 我找不到他全國平均啦 他算城鎮居民而已 如果鄉下居民 沒辦法算進去呢 那就不只10倍了喔 所以美國經濟實力是 中國的10倍以上 再來我們來看 這簡單的比較 再來我們來看 美國現在有幾艘航空母艦 你們知道嗎 現役可以出去戰鬥的 有10艘航空母艦 10艘航空母艦 每一艘是一個戰鬥群啦 你上網去查那個 Google查那個照片 你要點航空母艦 你發現 他跳出來的照片 不會只有一艘 他是全部 旁邊都有那個什麼 軍艦 下面還有那個潛水嶺 潛水嶺照不到啦 上面還有飛機 那是一個戰鬥群出去 美國有10個 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中國有幾艘航空母艦 一艘 一艘而且還怎麼樣 還沒完成 能不能出去戰鬥 不行 美國的軍事實力 也是他10倍以上 這是最簡單的比較 硬實力比不上人家 不要說話 再來 軟實力 我都舉這個例子 我曾經在中國那邊的台商學校教書 有一次我帶我的學生 出去那個上海的遊樂區玩 那一天帶他們去玩的時候 我的學生是高二二年級 我就發現 旁邊也有那個中國國小的 那個小朋友也去玩 三個班還四個班 看起來好像是 國小二年級 三年級的小學生 好 去遊樂區玩回來 隔天 我看他們寫桌記 有一個學生桌記上面這樣寫 他說 我們在那邊排隊 要玩那個遊樂設施的時候 中國小朋友 都來給我們插隊 還說呢 插隊是我們的強項 好 我看了一下 真的還假 怎麼會這樣講 這是真的嗎 老師 真的啊 我說 他們來給你們插隊 你們怎麼辦 所以後來他們來插隊 我就把他撞出去 他來插隊 我就把他撞出去 就這樣 這個是中國的人 居民 從小就是變這樣的個性 3111海嘯 日本 對不對 重創 高速公路塞車 然後呢 那個什麼 那個便利商店 大家排隊 要買東西吃 天氣冷 下雪 排隊 有人排隊 排到20 但是他也不會去插隊 這是日本人的個性 我在美國念書 我們出去玩 不要想出去玩 出去外面 隨便買個東西 都一定要排隊 如果你沒有排隊 一定有人跟你講 你要排隊 如果你不知道從哪裡排起 因為有時候不知道 因為櫃台好幾個人 如果你不知道從哪裡排起 或是你不知道哪一邊是頭 哪一邊是尾 一定有人會跟你講 一定排隊 國民的素質是這樣子 中國崛起了 那麼強的國家 好像很強 可是你看他的人民素質是這樣 我還可以舉很多的例子給你聽 我在中國碰到了 有一次也是 我去那個大賣場 我要結帳 我們在台灣大賣場結帳 我們習慣是 前面這個人他會算錢 對不對 我是第二個 我會中間有一個空位 我離遠一點 結果有一次我在中國是這樣子 我就看到後面有一個年輕人 一直在這樣看 一直在這樣看 我奇怪你在看什麼 結果呢 過了大概五秒鐘 插隊插進來 他在看前面有沒有空位 可以插隊 那時候我剛去中國 因為我們在台灣 沒有碰到這種事 我認住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這種事情在台灣 不可能我生的 他就這樣子 中國人 如果你們的國民一直是這樣 你有辦法成為一個真正的強國嗎 等一下 我跟你說 我在台灣也看到很多 很傷心 人家整個頭髮的事情 好嗎 什麼事情 騎腳踏車騎摩托車 在路上就看到 我 我 教書上班的地方 是比較離市區有一點距離 我都大概騎腳踏車 騎摩托車 啊 紅燈 這個是白線 停下來 我都盡量停在白線這邊 常常我是第一個 結果呢 我停下來 就會有人從旁邊 咻咻過去 這邊又咻咻過去 你知道他停在哪裡嗎 停在斑馬線 很少 還有更糟糕的 停到那個代轉區去 我真的看過幾百多歲 對啊 還有 那個家長 尤其是上學放學 那個前面再一個 後面再一個 不帶安全帽 來闖紅燈 真的 拜託 我們台灣人為什麼會變這樣 真的我真的看過幾百多歲 我們說 我們的母國是大日本帝國 日本人排隊 願意排到死 當然我不建議這樣 但是你知道那個精神 守法的精神 守規矩的精神 如果我們要回大日本帝國 我們要去跟中國學嗎 我們台灣人自己要改變 我們也要改變 不可以說明的白線安全 不是這樣 剛才講的這個是實力 國家的實力 如果從法理來講 你們這幾天來 對不對 講的時候跟你們講 什麼時候 台灣這塊土地變日本天皇的 馬關條一開始就是他的 對不對 後來 1945年4月1號 天皇的詔書頒布了 變成他 變成他 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從那時候開始戰敗 不可能再割回給你中國 這個土地 就不是你中國的 你出來講什麼話 可是我相信他一定會出來講話 一定會出來跟你挑 然後前面那位講師 他今天比較可惜 他講很多 不然的話 你聽他全部講完 這些條約 這些宣言什麼東西 都沒有說 台灣這塊土地 又重新回給你中國 也沒有說回給你中華民國 都沒有 憑什麼中國出來講話 講法理也不是你的 講實力 你也沒有那個能力 可是我覺得中國這個國家很討厭 明明不是他的 他就說這是他的 我告訴你 有一次 也是我在上海 吃麵 去麵館裡面 有一個小姐進來了 點點點 店小二 現在火器 煮一碗麵 放到那個小姐前面去 結果旁邊有一個 媽媽帶著小朋友 我們先來了 那個麵應該是我們的吧 那個店員說 對…不好意思… 然後他就跑去跟那個小姐說 小姐可不可以把麵先給他們 那個小姐說什麼 你知道嗎 不要 真的 很快聽的 麵先說 不要 這是你家的事 你自己搞錯了 不是他 不應該是他的 他覺得 他不想給你 他要把他就是他 秘書長 在中國的故事更慘 建了四個學校 四個學校都被中國把他吃掉 他才會跑回來台灣 不過我們要感謝中國 如果不是他這樣亂搞 把民署長逼回來 今天也沒有台灣民政府 他吃掉了四個學校 他但是 這個台灣他永遠拿不回去 不要嚇唆 活該 我不要聽 好 好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中華民國是代替美國來佔領的 一佔說 欸 你們回歸祖國了 這塊土地本來就是中國的 他好安捏 他都騙我們 根據戰爭法 那個時候開始 1945年 10月15號 那是佔領開始 對不對 不是好理 佔領不得已轉主權 是戰爭法的原則 美國去攻打伊拉克 等於把人家國家滅亡了 整個海山政權拿掉 總統打死了 他有沒有說伊拉克變美國的 沒有啊 以前以色列去給他佔那個什麼 加薩走廊屯肯區 給他佔了38年 最後還是要還給人家 中華民國來這邊戰爭說變他了 不還了 可以嗎 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 你們怎麼知道他是流亡政府 他自己講的 他絕對不會這樣講 1949年 他不是被中國共產黨打到台灣來嗎 對不對 那個時候這塊土地是誰的 還是日本的 因為舊金山和平條約還沒有簽 還是日本的 他跑 離開了自己的國家 那不是流亡政府嗎 現在這一塊土地變他的了嗎 沒有啊 他一直在別人的國家 他不是流亡政府 不然是什麼 對不對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但是他很厲害 他就跟你說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台灣 大家來選舉 分得 他從小就給我們洗腦 從開始佔領的時候 就給我們洗腦洗腦 騙我們 騙到最後我們都認為 他講的是對的 還好 台灣民政府 有來這邊上課 不然都不知道 他怎麼講那麼多謊話 全世界最大的詐騙集團 誰 中華民國 真的是 好 戰爭法主要原則 這一些 好 佔領不得一轉組錢 這剛才講過了 佔領軍不得向當地軍民實施徵兵制 欸 究竟在做兵呢 這邊如果安全回來 還算是幸運的 去年不是炒紅中秋嗎 那死去就要怎麼轉 本來就不應該徵兵 還把人家搞死 怎麼辦 好 佔領區的行政立法 司法體系繼續做 什麼意思 我們平民的百姓的生活沒有改變 但是呢 我們不可以有武力 也沒有外交權 這樣 生活沒有改變喔 所以中華民國來就說 啊375鹹豬 把那個地主的土地全部收過來 啊佔人家的土地 佔人家就不還 這都不對欸 我都說那個是土匪 那個不是軍隊 好 被佔領區的居民有暫時效忠原則 你要暫時效忠那個 佔領者啦 沒有辦法 你被人家佔領 你打敗仗了 再來 再來這個 佔領區 未打最後狀態啦 台灣地位未定啦 還沒完全決定嘛 再來 軍事政府提示要 正式宣告才結束 二次大戰以後到現在 美國政府從來沒有宣佈 從台灣撤軍 也沒有說結束佔領 所以我們現在還被佔領欸 我們都不知道欸 我們被佔了那麼久 生活很不正常不是嗎 來 被佔領區屬於獨立關稅區 今天第一節的講師有講到嘛 主要佔領全國可以委託他國執行 代理佔領任務 所以找中華民國政府來做 這樣 這是他的主要原則 可是還有一個重要原則 戰爭法院的事啊 即使被命令 沒有人必須做違法的事 違法的事叫你做 你可以不要做 但是你會怕死嗎 我很怕死 我們228事變 台灣人被殺到後面的白色恐怖 幾乎每一個家庭都受到影響 所以台灣人怎麼樣 被殺怕了啦 共產黨怕了 正常的 我也相信你們今天來上課 還有人心裡會怕 我以前來上課也會怕 但是我發現 後面真的有美國的時候 我是不怕 中華民國身份證護照 政兵都違法了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不是中華民國人 為什麼我們去拿他的身份證 拿他的護照呢 秘書長說 他不是中華民國人 所以他不願意拿護照 所以他沒有辦法去美國那邊出庭 我聽到這樣講 對 我認同他 我的護照到齊了 中華民國護照到齊了 我也不要去辦新的 要不然的話我很希望 因為今年8月又要去禁國神社 然後12月份會去給天王祝壽 我很想出去 可是我護照到齊了 我沒有辦法出去 我不要辦新的 我在等什麼你們知道嗎 對啊 我等很交集 等了三年了 我真的等三年了 很希望可以快一點 好 台灣的地位在哪裡 要看舊金山河邊條約 舊金山河邊條約決定台灣的地位 但是舊金山河邊條約沒有完全解決 他自己也講得很清楚 那個美國的杜勒斯 如果你們去看那本新談論 講得很清楚 他說還是未完全決定的一個問題 中華民國隱藏的真相 就是這個嘛 日本天王還是擺有所有權 美國總統為有佔領權 中國流氧政權代管 我在台湘學校還有同事還在那邊 他是馬來西亞人 前幾天 我在那個Facebook上面 他碰到我了 他說 我不知道你的訴求是什麼 我就跟他寫這個 日本天王 白有所有權 美國總統為有佔領權 你知道他跟我說什麼嗎 還是那三個字 哪三個字 不可憐 你們 以後出去跟他講 這三個字會常常碰到 能講就講 不能講沒有關係 再找別人 我就說 我就笑笑 當然他看不到我在笑 我說走著瞧 走著瞧 他還講一句話 他說你們都快要變中國台灣了 因為我們台灣很多藝人去那邊上節目 他都叫你 你一定要說中國台灣 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中國人真是 我真的說他是土匪 以前那個李登輝都說那是土匪過 我真的承認他是土匪 認清事實才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這個是事實 但是我們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很明顯的出現 台灣人不曉得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的 那個論點 我們論述 基礎就在這裡 你認清了這個事實 從我們這邊基礎起步 然後才能開始往前走 台灣才有未來 這個事情要台灣人 大家都很清楚看到 哪有才有辦法同心 台灣才能繼續往前走 要不然怎麼樣 台灣繼續這樣原地打轉 原地打轉 已經轉了多少年 69年 如果這個東西台灣人再不知道 我們要趕快去跟人家講 講一次他也聽不下去 講兩次講三次 回到這邊 台灣才有未來 才能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台灣不可能交流聯合國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為什麼說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你們這邊念了三天 為什麼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缺什麼東西 台灣人這塊土地是我們的嗎 土權問題 土權問題 台灣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王的 我們有沒有自己的行政權 現在誰在管 中華民國代管 行政權不在我們手上 台灣怎麼是國家 中華民國也不是一個國家 對不對 對啊 很慘喔 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想想很傷心 台灣是台灣 中華民國 不要說台灣是中華民國 混來混去 不是 兩者不是彼此的一部分 你們來這邊上課 初期半上完 至少要有這個認識 不要再聽到中華民國在騙 很討厭 台灣不能獨立 土地不是我們的 管行政權也沒有在我們手上 台灣如果現在要獨立 會發生什麼事 對啊 美國來修理我們 現在這塊土地是要佔領的 你跟我說你要獨立 你是怎樣 要打仗 我們有那個實力跟美國打仗嗎 從法理來講也不對 從法理來講也不可以這樣 美國還佔領台灣 我們的母國是大日本帝國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跟我媽媽回娘家去 我媽媽娘家那邊的人都叫他 YOSHIKO 我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是YOSHIKO 那個身份證上面明明就寫的 那個不是這樣啊 什麼是YOSHIKO 那時候我不知道 我小時候不知道 我爸爸 對 我爸爸小時候 奶奶那一輩的 都叫他 問獎問獎 奇怪 名字又不是問獎 什麼是問獎 現在我都知道了 日本名字嘛 老一輩的七八十歲了 他們都有日本名字 他們已經習慣講日本話了 這是證據 我們要承認戰敗 中華民國一來又說 台灣光復了 你們回歸祖國 我們打勝仗了 是嗎 那個時候我們都是日本人 我問你 戰爭結束了 你要當戰敗國 還是要當戰勝國 我問你 你要當戰敗國 還是要當戰勝國 大家都想要當戰勝國 對不對 是人的心理就是這樣 可是慘了 如果你真的認同他的時候 一時很有面子 對不對 很民主的啊 但是六十幾年來 我們要怎樣 我們在國際社會上 就走不出去 沒有人承認我們是一個正常的地位 是不是這樣子 結果呢 一時很有面子 可是怎麼樣 齒入啊六十幾年了 幾年啊 人家想想到鼻子 可是你想想看 人家日本 德國 他們二次大戰戰敗了啊 他承認啊 他接受啊 啊經過現在 六十幾年七十年 你看這兩個國家怎麼樣 大家都認為 他是國際上的強國 生活品質很好 講到他們都是這樣子的 一流的國家 我們台灣怎麼變這樣 我跟你說 我們還不是國家 很慘 我們是不入流的 中國那個 我認為他是三流的 我們台灣人呢 不入流 很慘 是不是這樣 以前有一陣子 中國跟 不是講錯了 中華民國跟那個 新加坡在吵架 然後我們那個陳唐山 以前那時候當外交部長 他說你貼西大 那個新加坡 貼西大 看不起人家 新加坡土地有多大 你知道嗎 台北市那麼大而已 我去過啊 導遊說飛機一起飛 就到別的國家了 對啊 貼西大 你跟他笑 他是國家 是不是 不是 他去到聯合國 投一票 他的票跟所有國家一樣 他是平等的 我們台灣那時候 中華民國 喔要進聯合國 闖了十幾次 有進去嗎 沒有 你跟人笑 你跟人笑什麼 但是我跟你說 我去過聯合國耶 我們平民百姓 可以去聯合國參觀 我沒有陪你 我去紐約兩次 我就去聯合國總部大佬 去給他參觀 阿扁能不能去 中華民國總統能不能去 不能去 你們都可以去 你們比他還大 我建議你們 將來有機會去紐約市 有機會的話 去聯合國總部看一看 為什麼說中華民國總統不能去 他身分太敏感了啦 不可能給他去 但是平民百姓卻可以參觀 我們要承認戰敗 此路是一時的 當我們站起來的時候 就是有尊嚴了 如果當初我們 也是被美軍佔領的 按照戰爭法 按照規矩來 其實幾年來 我們恢復正常了 以前我記得我念書的時候 東德西德是分裂的 後來不是統一了嗎 對不對 拖了那麼久的時間 都可以統一 阿台灣怎麼會這樣 有時候想想很傷心 你怎麼很傷心 好 吳莫雄這個傢伙 去年跑去見習近平 跟他說什麼 點點點一大堆 他說 兩岸同屬中華民族 都是迎王子孫 點點點 我們一生經歷很多選擇 最後什麼 祖先不能選擇 他在講什麼 什麼意思知道嗎 任賊作物說得好 祖先不能選擇 祖先不能選擇 祂想要當中國人 祂認為祖先是從中國來的 我跟你講 血統不是 然後從法理上來講 也不是 等一下我跟你講為什麼 血統上面不曉 這幾天 有沒有那個講師跟你們講 血統絕對不是 中華民族 好 來 吳莫雄說 祖先不能選擇 這句話 是事實啊 沒有錯啦 但是呢 祖先還可以選擇啊 但是那個血液啊 留下來的血統是不能改的啦 對不對 好 好來 我要講啊 他這個觀念 祖先是什麼 就永遠不能改變 你就是那一國人 那我會跟 吳伯雄講 你去跟美國人講 你們以前那個 英國殖民地耶 你們的開國元勳 都是從英國來的 你們都是英國人耶 你不應該什麼 不應該 從英國分裂出來 你們要回歸英國 如果吳伯雄這樣去跟 美國人講 你們要回歸英國 你知道美國人會跟他說什麼嗎 你拼了 十年前 我跟著一個美國人學英語 有一天我唯一中發現他的姓 他的姓是Germany Germany是德國 我一看我就猜 他一定是有德國的血統 我的祖先德國來的 我就故意問他 你是德國人嗎 他說不是 他很明確的講 不是 就這樣 我就問 可是你的姓是這樣耶 他說 我的祖先是從德國來的 但是我是美國人 他講得很清楚耶 他從美國 他就是在美國出生 長大受教育 他爸爸媽媽那一代 就已經到美國了 爺爺那一代吧 他從小到大在那邊長大 他當然認同美國啊 吳某雄在哪裡長大受教育 你在台灣長大 在台灣受教育 喝台灣的水 吃台灣的米吸台灣的空氣 結果你說你要當中國人 這個心理很奇怪耶 天生背骨了嗎 是不是 怎麼會這樣呢 國企的取得 志願意願合法 前提是要依照法律 你們那裡有一本那個什麼 台灣公民權利法案對不對 怎麼樣定出我們本土台灣人的身份 你這次有沒有發 怎麼樣定出本土台灣人的身份 當然啦 你要有那個日本時代戶籍嘛 對不對 知道你是大日本帝國成名的後裔 沒有錯這個是血統 可是後面他不是說 他說只有這些人可以當台灣公民耶 還有其他人可以當台灣公民耶 還有國企是可以轉移的啊 早期啊 台灣留學生去到美國 發現美國哇這麼好 這國家這麼好 不要回來了 要當美國人 可以轉啊 中國留學生更是 去到美國 哇這麼好 不要回去當美國人 國企可以轉移啊 問題是你認同哪一個國家啦 你真的選擇你就要效忠他 你不像中國人一樣 中國人去到哪一個國家 到最後說我還是中國人 不夠害的啦 依照法律啦 你不能去到那邊 我喜歡那個國家跳機 不可以是違法非法的 好 柯文哲 我很佩服他啦 我看過他的那個錄影 網路上的錄影 他說呢 祖先不能選擇 但是我們可以選擇自己的未來啊 是不是這樣 又是幾年來 我們都在中華民國管理下 以為自己是中華民國人 你要繼續當中華民國人嗎 我不要咧 我知道事死以後 什麼是對的就往前走 對的就要去做 我不要啊 我不要當中華民國啊 我們可以 更重要我們可以 決定子孫的未來啦 如果沒有選錯了 我們的子子孫孫 一樣就是這樣子 在這邊打轉 到國際上就是什麼 跟人家不平等 永遠R人家一節 你要選錯嗎 這裡本來有一段短片 我想要給你們看 那今天我把它跳掉 我是要證明說 這個真的是柯文哲講的 然後呢 他這邊故意 他講一個笑話啦 吳伯雄 你們客家人 不是有應景的精神嗎 吳伯雄 你看到他三個字嗎 他故意 講一個笑話啦 這樣子 有興趣你們可以自己上去看 我這邊都有資料 從哪裡出來的 我的資料從哪邊出來的 都有寫上去 你們可以跟後面要 然後自己上網去看 好 因為我覺得 柯文哲這個人 我看了他 我真的很佩服 他很厲害 我想要找他來台灣民政府 以前他 我都跟那個 我們同行講 你們有誰認識他的 親戚朋友認識他的 趕快去跟他講 介紹台灣民政府給他 結果講了兩三屆 都沒有動靜 我想不行 我自己去講 我知道他還有那個什麼 那個臉書 我就上去跟他講 他不是要選台北市長嗎 上面寫一下 我支持你當台北市長 要當台北市長 除了參加中華民國選舉 還有另外一條路 歡迎你來 花一個週末時間 來台灣民政府上課 的詳情 我就在他的臉書上面 留這一盒 留完以後 過兩天再上去看 結果你知道怎樣嗎 被刪掉了 那是當然的 當然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要拿出行動來 雖然你覺得 這個好像 跟我們不認識 抱歉 抱歉 也許不是 有很大的可能 但是還是要試試看 還是要去試試看 但是我覺得 他就上電視上去跟人家辯論了 對不對 他大概不會 不可能 應該是不可能走回頭路了 對啊 但是他就算選上台北市長 哪裏做不久啊 你們覺得咧 我們要執政的啊 不是嗎 他真的是很好的人才 我覺得如果沒有機會的話 把台灣民政府介紹給他 他不接受 那是他的選擇 那是他的選擇 我們下一代希望當哪一國人 這是我自己上課的影片 我把它錄下來給你們看 上家 麻煩你 講錯了 台生 麻煩你把這個影片放進去 然後那個燈關掉 分一分大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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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想就怎麼想 沒有關係 不要管別人 好 手放下 認為你是台灣人的舉手 喂 舉好喔 不要舉洋手啊 好 手放下 認為兩個都不適合舉手 好 不換下 兩個都不適合舉手 很奇怪啊 都沒有舉手的舉手 他不是人 他不是人啊 他不是人啊 好 再來 我們看下一個題目 如果讓你選擇 你想要當哪一國人 不准討論啊 中國人 台灣人 還是要當美國人 還是要在日本人 看好了沒有 看好了 好 來 眼睛閉起來 不准討論 好 好 想要當中國人的舉手 想要當中國人的舉手 好 想要當台灣人的舉手 好 想要當美國人的舉手 好 想要當美國人的舉手 好 好 我問一下 很好玩 可是他有 他有問題 他只要當男兵的 好 好 就這樣子 好 這一段影片 我們可以從裡面看到 這個是中南部的一個學校 照理說應該要全台灣去調查 這樣才准 那是不可能 所以我從我自己的班線調查 發現 想要當台灣人的 想要當日本人的最多 剛好跟我們的 台灣民政務的論述是一樣的 我們在後面講的時候 跟人家宣傳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 你們台灣民政務上來一定會亂 可是你看這樣子 不會啊 我們年輕一輩的剛好是什麼 想法跟我們一樣 這是他們想要的 好 再來 再往下 有承認感 朋友台灣人如果不會台灣情侶奮鬥 對不起 有子孫 同樣在這個演講裡面 我跟學生說 我現在 二次大戰到現在六十幾年了 假設 因為我還沒結婚 如果結婚了 二十年後 孩子長大了 在二十年後 他 生小孩 他結婚了生小孩 在二十年 孫子也長大了 那這樣子呢 二十年再二十年 四十年嘛 再加上六十幾年 一百多年 如果台灣都沒有走出去 還是像現在這樣子的話 有一天我的孫子跟我說 阿公 你是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嘛 一百多年台灣就這樣子 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怎麼去跟我的孫子回答 你們覺得咧 現在你知道這條路了 你來台灣民政有上課了 你要盡一份力啊 不是只有為自己 也為我們子孫 美國的第二個總統 我很佩服他們 他們的開國元勳是真的有理想有願景的 他想要把國家帶怎麼樣 他說呢 這是他寫給他太太的一封信裡面講的 我必須研究政治跟戰爭 這樣我們的孩子才能擁有自由 去研究數學和哲學 我們的孩子應該研究數學和哲學 地理 大自然歷史 造船航海 商業農業 這樣他們的孩子 才能擁有權力去研究 繪畫 詩詞 音樂 建築 雕塑 織繡和瓷器 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第一代的人先研究政治跟戰爭 然後他的孩子去研究這些實用的知識 然後他的孫子是什麼 去研究藝術 一代一代一直發展下去 他想到的是他的後代子孫 我們生活越來越難過 薪水一直往下掉 物價一直往上漲 我們顧我們自己的生活都來不及了 可是今天讓你知道的 這個台灣民政府 你就不能只是為自己 你要想辦法為我們後代子孫 去努力 多少做一點事 不管你能做多少 你去做做看 去年的9月 我們的主席 在美國召開記者會 他講什麼 這一份 現在已經發完了 很簡單 就是講日俗美戰 然後講美國法院的判決 台灣人沒有國籍 沒有國際承認的政府 生活在政治煉獄當中 就是講這樣 就是你們三天來 上了課就這樣子 好 好 時間快到了 這個我要再講一遍 以前我們都是 打廣告 找人來辦身份證 但是呢 我們今年的已經不一樣了 我們要執政 我們真的要執政 好 我希望你們 為台灣民政務做這件事情 祈禱 如果你覺得你不好意思跟人家講 至少你可以做這件事 祈禱 台灣國立地會找到正常話 台灣民政務找到正常政權 台灣人民生活越來越好 好 好 本來還有一個 影片要給你們看 時間來不及了 你們去 可以上網自己去看 五月天 他的一首歌 傻人 我覺得很像講 很像在講我們台灣民政府 去看一看 你真的會感動 我們今天散會到這裡就好 就這樣 各位同心好和休息 和我可以當養餐 謝謝 謝謝